大家晚上好。 今年,我们庆祝,惊喜国庆。 相信大家从年初开始就参与了不少活动, 庆祝新加坡这个重要的里程碑。 新加坡能有现在的成就, 国泰民安是值得大家自豪庆幸。 我希望大家在庆祝的当儿也想一想, 我们是如何一起走到这里。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使新加坡继续繁荣稳定。 要一一呈现这些年的成果,恐怕说到天亮也说不完。 因此我整理出一些照片,跟大家一起回顾我们的发展道路。 独立之前,新加坡社会动荡不安,不时发生骚乱。 1959年,人民行动党当选执政。 这是行动党当选后,在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举行的群众大会。 当年的群众大会和今晚的群众大会,气氛完全不相同。 不过,群众大会依旧是我们讨论国家大事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六十年代,新政府优先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都有房子住。 这里是达士岭。 这两座主屋是建务局在这里建的第一批主屋。 当年李光耀先生对丹荣八个选民承诺要为他们盖房子。 所以达士岭的主屋具有象征意义,是一个国家级的发展项目。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接着,我们在全岛各地新建筑物,包括红毛桥。 这是八十年代的红毛桥。 我在这里服务了三十多年,跟居民共同见证了这市政的改变。 这是今天的红毛桥。 大家可以看到,主屋都已经翻新了。 有MUP的,都加上了小房间。 有电梯翻新的,都加上了许许多多的电梯。 每一层都有电梯了。 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来捍卫国家。 因此,两年后,我们推行了国民服役。 那个时代,华人普遍认为,好难不当兵。 这就是六七年阿兵哥入伍的情景。 是第一批征召入伍的阿兵哥。 父母们送儿子入伍时,都依依不舍,非常难过。 现在时代不同了,观念也改变了。 在军训节业礼上,父母都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our boys变成men了。 除了建立国防力量,我们也致力发展经济,制造就业机会,让人民有稳定的收入。 80年代的造船厂,当时聘请了很多工人,解决了事业问题。 随着经济转型,工作的类型也更多了。 像精密工程业的技术人员,就需要具备更高端的技能。 当然,他们的收入也更高了。 要掌握高水平的技能,人民就必须接受更高深的教育。 政府在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投资,建立了世界一流的体系。 这是六七十年代的三八学校,其实是三八旺的公立利德学校,设施简陋。 现在的学校校设美观,设施齐全。 这是Northlight北硕学校,它提供技能教育,让学生发挥所长。 现在的学生比以前幸福得多了。 我们也非常重视绿化环境。 几十年来,我们每年举办植树节。 我们在七年正式展开长年植树活动。 这些学生种的是果树。 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我想他们正在想,以后有果子吃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了花园中的城市。 这就是都生区摩天主屋。 主屋作为都市花草树木,环境清脆,的确像在花园中。 我去看看这个照片是我拍的。 去了之后,我的保安人员告诉我,很遗憾没有在这里报名买一间屋子。 可是以后还有机会。 这是植物园,刚刚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这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份珍贵的惊喜礼物。 这五十年来我国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成就,让我们引以为好。 所以,在今年的今几年国庆庆典上,全国热烈庆祝。 大家都很激昂、很兴奋。 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华社功不可没。 包括许许多多德高望重的华商领袖。 这些新州投家,抓紧时机,积极开创事业,带动经济发展,也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此外,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华商领袖就负起各种社会责任。 早年,他们热心公益,出钱半校,并通过设立各个中乡会馆,照顾比较贫困的同乡,凝聚乡情。 新加坡取得自治,开始建国的时候,他们领导华社,争取公民权与公平的待遇,保护华社的利益。 直到今天,许多商人仍旧出钱出力,赞助学校和会馆的活动和项目。 华商也扶持其他种族,协助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这不只是大公司或大老板所办的事情。 在低层,许多中小企业和小商人长期发挥互助精神。 例如,现在正逢农历契约,许多中原会都通过募捐或喊标的方式发挥群体力量,为复利基金筹款,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回归社会。 每个选区的基层组织和受惠的家庭都对中原会非常感激。 在文教界默默耕耘的许多人士,也是我国华社的另一大支柱。 他们负起推动华文教育的重要责任,给下一代灌输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意识。 这张照片里,是今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的得奖者。 他们以创新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兴趣。 他们的努力和苦心,让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人打下华语基础。 在本地或在中港台工作的时候,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双语的优势,取得不错的成绩。 今年在国庆庆典上表演的艺人,林俊杰、孙燕芝和陈介义。 他们虽然都不是来自传统华校,但他们都是华语歌坛上的巨星,在各地华人世界拥有许多粉丝。 我们很多年轻部长和议员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话语。 他们有的来自特选学校,有一些这是传统音效生。 他们有效地使用华语与民众沟通,在国会和电视上用华语深入浅处地解释各种各样的政策。 所以这些例子显示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而华文媒体工作者也在国家建设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对各种课题详细的报道,让不熟悉英文的民众了解国内和世界的动态,以及政府所推行的政策。 例如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就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把建国一带配套、终身健保计划等政策有效地向民众解释。 这里,你看到林瑞生部长参加了其中一个活动。 他以他独一无二的生动方式,帮助民众了解终身健保计划。 几十年来,华文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为新加坡营造了一种学习话语、使用话语的有利大环境。 配合新加坡建国50周年,华文媒体推出了许多内容丰富的特技,回顾我们建国之路。 最近,我就参加了华文媒体和其他团体联合主办的《万人大家唱》。 当晚,我也跟着大家尽情地唱熟悉的歌曲。 你们知道我是不会唱歌的,不过当晚觉得特别温馨。 我也很欣慰看到更多新一代年轻人对华族文化富有热忱,肩负起新火相传的责任。 我们的华语戏剧活动很蓬勃。 华乐在学校、在社区也相当受欢迎,甚至非华族学生也感到兴趣。 今年5月,我就参加了马西岭华乐团主办的音乐会。 他们邀请了菲律宾选乐团参加。 所以就看到了,这些是我们的华乐团,这个是菲律宾来的选乐团。 马西岭华乐团本身是由多元种族组成的。 这里我跟华乐团的团员见面。 其中有一位马来团员Shafik。 他是拉二胡的。 还是乐团的其中一位创办者。 去年,我在讲华语运动的开幕典礼上,也观赏了腾乐团的精彩表演。 这些年轻人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且展现独特的本地风格。 总之,华社对新加坡,对推广华诸文化、华语,照顾其他群体等方面,都做了重要的贡献。 正如华诸会的口号,一人一点心,社会更温馨。 所以请大家再接再厉,与我们合作,一起让华社蓬勃发展, 让华诸文化更多姿多彩。 政府会继续支持各个族群保留自己文化的根。 我在三年前劝部设立了新加坡华诸文化中心,获得华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 他们出钱出力,确保华诸文化心火不灭。 谢谢华社。 华社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我们多年前就成立了华社联络组,跟华社保持密切的关系。 现在这个小组是由陈振生部长领导。 今年小组也做了不少新尝试,通过各种平台同人民沟通交流。 包括参与华文媒体制作的节目,如958电台的《空中访民情》, 报约控股的《部长咖啡谈》等等,聆听人民的心声。 我自己连续两年参与958电台的访谈节目,回答听众的许多问题和听众交流。 去年,有一位听众跟我说,生活费很高。 所以,接下来让我谈一谈生活费这个问题。 什么是生活费呢? 生活费就包括我们的日常开销,也包括花在衣食住行,还有医疗服务等的费用。 其实,政府在解决基本生活需求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已经采用各种方法尽力使日常用品和食物的价格保持大众化。 民以食为天,尤其新加坡人是这样。 那我就从吃的开始。 我们鼓励商家售卖民众能负担得起的日常食品。 例如我们吃的米,种类繁多。 这些是平价超市卖的米。 各种各样,大约有30个牌子。 当中就有他们自家的品牌。 而单单平价牌子的米,就有大约10种。 所以,民众在购买时,选择很多。 有顶级的,也有大众品牌。 评价自家品牌的商品,价钱便宜得多。 品质也不差,是节省开销减低生活费的一个合理的选择。 所以今晚我特地替他们打一个广告。 不过我知道,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每天在家煮饭。 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外用餐,跟以前不同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见更多小贩中心,调整他们的经营模式, 确保大家可以享用价廉物美的熟食。 有些新的小贩中心将会以合作社或社会企业形式来管理。 除了提供较便宜的食物以外,也会把一部分的利润用来主办优惠活动。 最近我走访了在红帽桥后港区新开张的池圆小贩中心。 这是其中一个新的小贩中心。 中心挤满了人,有些摊位还大排长龙。 我相信这里卖的食物应该美味可口,价钱合理。 这个摊位是卖鸡饭的。 这个是摊主,这个是师傅。 所以年轻摊主向师傅学这门技术。 我看他的新的鸡饭比旧的鸡饭比,也不会顺色。 所以我很高兴红帽桥的居民可以受惠。 这是第一间新的小贩中心。 以后陆续还有九间,一个一个会建成。 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生活开销,就是交通费。 我们推出各种优惠计划,确保人民负担得起交通费。 至今就有将近160万人持有交通优惠卡。 从去年开始,所有学生,包括理工学院的学生,都能享有优惠车资卡。 政府也在今几年提供50元的公共交通礼券给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 其实,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里,加薪的幅度高过车子的涨幅。 所以,车子起了,可是薪水起的比车子还要来得多。 所以,客观来说,绝大多数的乘客负担并没有加重。 而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计划,更减轻了大家的负担。 在医疗方面,我们通过建国一代配套和终身健保,帮助人民减少负担。 许多老人家告诉我,他们已经收到建国一代卡,觉得这张卡很有用,省下不少医药费。 在过去老人家看病需要付几十块,现在只需要几块钱。 看牙医时,有时更不用花钱。 这也减轻了他们孩子的负担。 有些老人家或许还没有用过建国一代卡, 但是他们有了这张卡,已经觉得比较安心了。 我很欣慰我们的一点细腻是实际的和有用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不需要用到这些医疗服务。 房价近几年也稳定了,因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降温措施,也增加了供应量。 政府增加资助和补贴,让几乎每家每户都买得起足。 接下来,我们将推出新计划,让收入少过一千元的家庭也能购买足。 我在英语演讲会加以说明。 这些例子说明了,政府在解决衣室住行和医疗费方面, 已经推出各项政策,尽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不过,这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新加坡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 消费习惯也不一样了,也有更高的期望了。 例如,越来越多家庭拥有冷气机和各种各样的电器。 过去,许许多多家庭里只有少数有冷气机。 可是现在,十个家庭当中,有七八个有冷气机了。 而冷气机耗电量很大,所以电费当然增加了。 另一个例子是电话费。 以前,家里只有一个电话。 全家人用,每个月的电话费大概是七块半。 现在,一个家庭里,每个人都有一台手机, 并且很可能是智能手机。 一个人每个月的电话费就要二十多块钱了。 我相信今晚这里有一千个人,也不止一千台手机吧。 那一个家庭,有四五个成员。 乘二十,通讯费加起来也不少。 不是电话费的,是通讯费的。 这也可能是钱不过用的原因。 这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都希望享受更好,更舒适的生活。 这是合理的。 但是这一来,我们的开销就会变大。 负担,难免就更重了。 因此,生活费的问题,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 即使有了很好的政策,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在我们着重解决民生问题,处理人民眼前的忧虑时,也不能够忽视国外的发展。 国际局势,尤其在周遭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很可能波及新加坡。 我们不应该认为现在享有和平和稳定,那和平和稳定就是永久的。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新加坡的生存将面临危险。 其实,这个就是李光耀先生最担心的一件事。 两年多前,李光耀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又虚弱。 有一次在国会里,很多国会议员,接连几天都在辩论一些民生课题,辩论得非常激烈。 李先生感触很深。 他很担心大家忽略了关系到新加坡长远利益的紧要问题。 于是他草泥了一篇演讲稿,准备在国会发言,提醒大家一些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 我跟他说,您几十年来苦口婆心一再告诫新加坡人,已经尽了责任,现在这份工作应该交给我们了。 李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发言。 所以今晚呢,让我提醒大家,新加坡所面对的一些外在威胁。 我们的两个邻居,马来西亚和印尼,跟我们关系密切,可以说是纯实相依。 烟埋每年漂到新加坡的时候,大家就会体会这一点。 所以,先谈一谈印尼。 我们跟印尼总统佐科关系很好。 他对新加坡的印象也不错,因为他两个儿子就曾经在新加坡读过书。 不过,我知道有些印尼人对新加坡有不同的看法。 曾经有一名印尼官员这样的解释给我们听。 他说:"在印尼,华族占少数。 不过,经济能力比一般的印尼原住民来得强,比印尼原住民来得富裕。 而原住民比华人多,可以算是老大。 那么,当原住民对华人有所要求,印尼华人就应该懂得怎么样顺应。 相同的,印尼跟新加坡的关系也是如此。 新加坡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小红点。 所以,印尼有什么要求时,新加坡应该知道怎么做。 印尼人口多,民间有这种想法,这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这也意味着两国总会有摩擦的风险。 要维持平等互惠互利的关系,需要我们十分小心地处理。 最近,马来西亚不太平静。 大家通过新闻媒体可以了解马来西亚面对的种种忧患。 这包括金钱政治、伊斯兰国组织及恐怖分子带来的威胁, 和不同种族和宗教间的矛盾。 问题很多。 前些日子,基隆坡的流跌广场发生的群体欧斗事件, 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事件的视频。 虽然事件后来平息下来, 不过如果你看过骚乱画面的话, 就可以理解事情相当严重。 甚至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后果不堪设想,影响种族关系。 新马虽然已经分家了, 但是如果常提彼岸,局势不稳定,肯定会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不要以为现在一切太平, 就等于以后也会相安无事。 在我们关注国内课题的时候, 也要谨记国外局势随时可能影响区域的稳定, 从何破坏新加坡的安全,威胁我国的安定。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抗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 确保社会和谐。 这五十年来,我们确实比独立时更团结、更稳定了。 独立时,新加坡一无所有面对严峻的挑战。 建国前辈一起努力,一起付出,一起牺牲, 才造就了今天的新加坡。 在这个共同奋斗的过程中,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互信。 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政策,大家都会支持。 人民愿意支持政府,因为他们明白政府的用意,也信任政府的用心。 建国一代就非常明白这个重要的道理。 这五十年,从李光耀先生到吴作动先生到我领导的班子都意识到, 我们有责任把国家治理好和人民分享成功的果实。 同时,准备接班人确保新加坡能长期发展下去,对人民有所交代。 接下来的领导班子也必须坚守这个原则,因为这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 很多人告诉我说,大选快来了,我回答说,我也听说。 不管大选什么时候举行,当大选来临的时候, 希望大家会为自己,也为下一代做明智的选择。 继续支持我和我的团队,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共同奋斗。 今年是今喜年。 今喜年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我们现在从更高的起点出发。 前方的道路需要大家互相扶持,共同守护这50年辛苦建立起来的成果, 一起再创无数个高峰。 让接下来的50年,我们的新加坡还会是一个闪亮的小红点。 辉煌百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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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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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